大家好 我是Patricia 中秋节快到了 我们今天来包一款苏式的鲜肉月饼 先要和一个水油皮 我们用了200克的普通的all purpose flour 就是普通的面粉 然后60克的猪油 就是我们自己熬的猪油 再放入差不多2克左右的盐 还有25克的白糖都倒进去 然后呢 这个是95毫升的水 就是这个水呢 就有一点点温和劲就可以了 温的一点点啊 倒进去 好了 我们就把所有的材料 把它和成一个非常柔软 非常有延展性的一个面团 我今天也不用厨师机了啊 我就用手揉 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揉一点都不费劲啊 给大家做一个实践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下手了啊 这个把它也揉一下 刚开始呢 它揉不均匀没有关系的 好 我们现在就给它先跟这儿放盖上盖子啊 先让它休息个10分钟 我们再来揉它 10分钟到了啊 我们现在把它移到这个面板上去来揉它啊 这样能够充分的 连你看就这样像搓这个搓衣服这样揉它 特别好揉啊 真的这个 当然你用厨师机呢 直接扔进去 让厨师机转10分钟就OK了 不过我现在今天就不用啊 我这样 这样 摔 这样就让它出筋 看看 我这揉了差不多摔摔打打的哈 差不多有揉了有5分多钟啊 就说这面呢 虽然还没有到完全 非常好的那种状态 不过已经很柔软很细腻了啊 行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保鲜膜 哎 非常柔软光滑细嫩啊 这个面 我们用保鲜膜呢 给它包起来 至少啊 整个半个小时 现在呢我们来和这个油酥面团啊 10克的低筋面粉 然后配100克的猪油 就比较简单啊 你只要把它给揉成团就行了 把这个裹好的这个油酥面团呢 一样包在这个保鲜膜里面啊 如果天气太热呢 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给它冷藏一下 因为这个非常的软啊 好了 现在呢我们来和这个肉馅 我们准备了一些葱花大概有40克左右 还有这个榨菜末啊 40克左右 姜末呢就随意了 就是多少都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材料都放进来 先放半勺糖哈 半勺 然后呢 一勺料酒 然后我们放这个勺哈 一个tablespoon啊 四勺的这个味鸡鲜 调这个颜色还是要一勺老抽的 一勺香油 一勺蚝油 我们现在呢 再打打一个鸡蛋的蛋清啊 就不用蛋黄 好蛋黄我们可以留着留着做别的用啊 好了 行了 现在我们就拿到厨师机那儿把它给它搅拌均匀 先低速搅拌一会儿啊 我们一会再搅打上面 有劲儿以后啊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点点的鸡汤啊 不要多啊 好了 现在给它高速搅打 一分钟啊 差不多 搅打好以后呢 我尝了一下 就是没有咸味啊 因为这个 我们刚才什么盐都没有放啊 我又加了一 就是 小半勺的盐啊 一点点啊 根据大家各自的口味 然后呢 又加了一点香油 或者你用炒菜的油都可以 好了 现在这个馅呢 非常的滋润啊 我们就把它 到冷冻箱里面冻个20分钟啊 面醒了40分钟啊 看看 哇 薄薄的这个手套膜啊 太厉害了 延展性相当的棒啊 看看 我们给它分成 嗯 16个啊 好 在每一个里面 我们再给它 自己吃 大小 多少 少一点 没关系 ok 16个 小面剂啊 我就拿保鲜膜给它包上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 油酥 从冰箱里拿出来 再给它 差不多 16分就好了 好 好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 把这些 稍微揉一揉就行了 又是一个啊 一定要捏紧那口啊 我们这16个就全部都做好了 现在呢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啊 需要一些油脂 好 把它的开口朝上 因为它开口呢 不是很完美的啊 所以呢 轻轻的擀 不要太使劲 要把它的油酥均匀的擀开 嗯 好 然后呢 把它卷起来 就是第一次卷 然后呢 我们再竖着 再给它卷一次 给它按开啊 看 看我们的面 和得多好 多软滑 你看 而且一定 尽量不要破皮啊 其实偶尔呢 破一个也没有关系的 好了 这样呢 我们一个小素皮就做好了 把它在这边醒 做到了最后一个了 好了 16个小卷 我们都做好了 刚好呢 做好的这些呢 让它再稍微醒一会儿 它就会更柔软更听话 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个肉馅呢 从这个农中箱里面把它拿出来 哎 这个时候的肉馅呢 就比较听话 我们要给它分成16等份 我们现在分好了啊 16颗这个肉馅 准备开包 一个做的这个啊 你看 醒了一会儿它又很柔软了 就把中间一捏 哎 它就变成了 一个 圆形了 看见没有 我们的皮多薄啊 你不用担心擀的时候皮破了 没有关系的 这个 它有一层破了 还有后面很多层的 现在我们把它给擀 尽量把边上擀薄一点 皮多薄 多薄 多薄 好了 看大一点啊 来一颗大软子 好 尽量不要用包子折那种的 因为那种包法呢 它会让它这个最后那个馅啊 最后这块太厚 我们就用虎口的这样慢慢慢慢给它收拢 看见没有 慢慢慢慢就给它收拢上来了啊 你要把它捏住啊 好 把它捏住 稍微 摁一下 不用摁的太厉害 就这样就行了 OK 一个饼坯我们就做好了 老厢呢 预热 356度 也就是相当于摄氏呢 180度啊 先预热啊 然后我们没有那个戳怎么办呢 我想了一个土办法啊 用一个这个 大料的这个完美的这个大料瓣啊 先给它 蘸一点红色素 我们找一个试一下啊 在这盖一个戳 因为我没有那个戳嘛 不错嘛 土办法啊 挺好吧 漂亮 三百五十六度 烤 二十五分钟 天到咯 三百五十六度 烤了二十分钟 然后呢 又三百二十五度 又烤了五分钟 好了 我们等了一个晚上 让它回油哈 今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现在切一个啊 看看酥不酥 听这声 你看掉渣了啊 我都不敢使劲啊 轻轻的 看看里面 这么多层啊 哎呀 小层 哇 这些肉 肉味一下就出来了 太棒了 我稍微 这个你看 这个皮不能不能使劲啊 一弄就全是酥的 所以我们用自己的熬的猪油做的这个鲜肉月饼啊 就是出层就是效果最好的啊 如果想知道我这个猪油是怎么熬的呢 就看我上一期的视频 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吃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